在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调查显示,27个国家接受调查的1.2万名从业者中,有54%表示他们很担心在未来12个月内失业,其中17%非常担心,37%有些担心。 在俄罗斯、西班牙和马来西亚,担心明年失业的比例分别是75%,73%和71%。 相比而言,在西欧发达国家的德国、瑞典、荷兰对于明年失业的担心比例明显降低,分别为26%,30%和36%。 在欧洲,失业率因新冠疫情而不断提高,在8月份欧元区失业率已经是连续第5个月升高, 从7月份的8.0%升至8.1%。 虽然欧元区整体的失业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走低, 有经济学家预计在未来数月,当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到期时, 欧元区失业率可能会升高至两位数。 为了应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,对于员工的技能培训是最近几个月各方都在谈论的解决方案。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此项调研结果,三分之二的受调研者认为, 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现任雇主,学习到未来工作所需要的技能。 这其中,23%的受调研人群非常有信心,有44%认为大概可以。 但是在日本、瑞典和俄罗斯,从业者信心明显低迷, 只有不到一半的上班族有信心可以在现有工作中取得必要的新技能。 中天中望,整理报道。